朝野各党领袖认为 14天竞选期 足以让政党和各个候选人竞选造势 同时东马乡区的选民 也能够提早规划行程 履行公民责任 尽管如此部分的新闻领袖还是担心 居住在海外的选民 目前只剩下三天 登记成为邮寄选民 并质疑14天竞选期 是否足够让这批选民的选票 及时寄回国 对比上一届大选 是一天竞选期 以及落在工作天的投票日 这届大选竞选期长14天 投票日也落在周末 朝野领袖都满意选委会的安排 那看来这一次的竞选的日期 是14天 这个也符合过去多次的周选 还有补选 那么选委会都是用14天的时间 那我想这个14天 是足够让所有的候选人和政党 去进行他们的这个竞选的工作 如果是各候选人已经有了所谓的这个准备 我相信不是在这两个星期里面 才要去做准备功夫 而是在过去几年 已经是在当地去耕耘去生耕了 所以我觉得说这两个星期 就是让这个候选人可以更加全面的方式 或是走入这个民间局 去接触选民的这个方式 我觉得说两个星期的时间 对他们来说是虽然有点短 但是我觉得是充裕 因为毕竟各候选人 他们准备充裕的话 在过去已经是做好的准备 如果从园中的环境 的派出在沙场 或者沙场 沙场的沙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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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沙场 对我们的沙场 所以对方的沙场 是十分之后 非常合选人的沙场 对方的沙场 也没有更加短期的沙场 所以它们会有少力的沙场 让我们更加兴奥的沙场 更加兴奥的沙场 更加兴奥的沙场 所以我们会担心的担心 我们会担心的担心 我们会担心的担心 选委会公布的14天的竞选期 比起上一届大选的11天 我觉得比较好了 还好 与此同时 从国会解散 一直到今天宣布 其实这个日期也比较长 让大家有更充分的时间 去做这个准备 尽管如此 公正党选举局发言人 李建聪也提出 当局接下来 必须为朝野 提供公平的媒体管道 来宣传 并敦促选委会 鼓励无法回国投票的海外选民 透过邮寄选票履行公民责任 不过国家领袖张天群就担心 14天 可能无法让邮寄选票 及时继回国 海外邮职选民 他们登记成为邮寄选票的截止日期 是落在这个星期天 也就是只有区区的3天 这对海外选民来说 时间上来而言是非常非常的紧凑的 而我们整体的选民人数 也从上一届大选的1520万 增加到今天的2100万 当我们的新选民人数 有一个这么庞大的增幅的时候 那么14天 从我们要去印制选票 到把它寄到海外 再让我们的邮寺 能够把它选票 从国外寄回来 到底14天够用不够用 另一方面 公民组织竞选盟下午也发文重申 竞选期应该要至少长达21天 除了让竞选者有足够空间接触聚增的选民 也能够避免出现海外选民 无法及时寄回选票的引咎 竞选盟也批评官方 暂时还没交代 一旦发生水灾 选民应该要如何投票 行 去吧 去吧